即将到来的清明和五一假期 棉航预定量同比出现大幅增加 平均增幅在10%以上 记者从南航北方分工资了解到 为了应对出行需求 南航新增了沈阳至西宁航线 同时对部分原有航线进行运力加密 比如基西至广州 沈阳至广州 珠海 厦门 乌鲁木齐等航线 每日都增加一般